大家好 又來到《財女心經》 今天我請了一個好朋友 泰哥上來 泰哥是一個資產管理 是的 又做資產管理 又是泰內投資管理的創辦人 又是投資總監 之前也做過很多間不同的上市公司 又做外匯 又美股 又港股 今天想上來和我們分享些什麼呢 我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投資股票的一些我們不可以預測到的風險 但是這些風險是很常見的 也是毀滅性的 所以我覺得了解了這些風險之後 才去想想自己應該怎麼投資 會對大家有一個很大的得益 剛才聽泰哥所說 你是有幫客戶做一些全權委託的帳戶 就是幫客戶操盤炒股票的 那你們通常投資是哪一類型的 我本來也想說 可能我只是投資 全權委託的股票呢 第一件事 我們比較用一個長遠投資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多長或者長遠 其實一個客戶能夠 錢可以擺到三年或者以上 我們就可以當是一個比較長線的投資者 都合理的 如果你說三個月至六個月的 那策略就需要很不同 回應一下Becky 其實我們主要是做一些大價的股票的 就是在中港和美國的股票市場裏面 選一些流通量大和市值大的股票去做投資 那現在通常我們那個全權委託的那些帳戶 每個帳戶我們其實真的很分散 分散到大約有三百隻股票一個組合 那就要很多錢 有多少錢才可以找你投資呢 其實 出錢夠 出錢都夠的 其實如果是獨立自己 如果港股來計算 其實你一手一手這樣買的話 可能只是港股都要二三百萬才做到一個這樣的策略 那你計算了美股 我估計五六百萬就可以自己獨立地做完整個策略 但是因為我們那個系統就可以和其他帳戶一起去做的 譬如我買了一手匯豐這樣才算了 其實可以把一手裡面的股票分開十個帳戶放進去 所以變成就不要太小了 一般來計算小過五十萬都很難管理的 就是用我們這個策略來計算 但是通常平均的客戶的資產呢 就大約是五百萬港幣到一個戶口 我們剛才不是說 譬如你選股其實有這麼多隻股票 那麼你選股的策略通常會是用怎樣的形式呢 就是我們經常聽到人說 譬如看圖啊 或者看一些基本面啊 或者按著一些事件去買入啊 或者一些譬如技術分析啊 去tracker 買入或者賣出啊 那你通常會用什麼策略的呢 我們通常就 就是我們當然會對那間公司有基本的了解 因為我們其實譬如 我用這種形式去運作都有十五年的 那麼在這十五年裡面其實 天天都看著很多隻股票 那些上上落落啊 還有他們的公司的一些資訊啊 那麼這個本身在一個經驗裡面呢 就已經有很多歷史數據在自己的腦裡面了 那麼至於你說技術分析呢 其實我們一直都沒有用到技術分析這個方法去做事的 那麼最多就是看看過去五十二週究竟高低在什麼位置啊 就是其實很粗略的一些圖表啊 就沒有說什麼moving average啊 又說很多什麼市寬啊 各方面的東西我們全部都沒有看的 那麼我們是通常去做一個投資決定 就是通常是event 有些是公司的event 有些是一個宏觀經濟的event 那就是事後才再做一個投資決定的 就是不會說predict 就是或者估計它會有收購合併啊 那我先做著吧 就是我們不會嘗試去預測有些什麼發生 那麼看了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無論它是一個好消息 一個壞消息 我們才再決定究竟是買啊 或者是買那些東西 那麼這個是其一啦 其二就是當譬如一些叫宏觀的事件出現了 那麼我們通常宏觀就不只是影響一間公司的嘛 可能是整個行業甚至乎整個市場 那麼我們就會在整個市場或者行業裏面 是很分散的 譬如最近那些航空公司股票 或者能源公司股票 或者郵輪公司的股票 那麼因為這個新冠問題呢 被人曾經打殘到跌了整八成的這樣 那麼我就不會說就是買一間美國航空公司啦 那麼就算好像美國的航空業的一些股票 那麼我們現在持有的都有整十間的 那麼我很分散的在這方面 那麼郵輪就只有這三間郵輪而已 我全部都有賣的 那麼至於你說好像很魚翁煞網 沒有去怎樣 不用怎樣分析都可以做啦 那麼其實都不是一定是這樣 就是你要明白政府那個宏觀那個策略 怎樣去處理這些公司的一些現金的需要 就是接下來他們有沒有 就是能不能夠過渡到這個疫情啊 各方面啊 那麼究竟在哪一個價位去買啊 用什麼策略去買這些股票啊 那麼它上落之間你會走回一轉半轉啦 就是我們都是很active的去管理那些股票 那麼因為這樣呢 那麼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會有不同的宏觀經濟事件發生 那麼也都有一些影響不同的行業 那麼就是在一個長的時間裏面呢 我們就可以在不同的行業裏面呢 就將整個組合分散得很好的 那麼很平均的 那麼變了就也都在一些 就是我認為是好的價位呢 是去幫人去投資這樣 那麼我們主要賺的就是回報啦 所謂的alpha呢 就是在一些比較distressed 的時候 去分散了風險去幫那些客戶去做一些事情 那麼你個別公司的情況 有時候譬如有些藥品公司 那麼他們的某一些臨場實驗 可能失敗了或者退出了 那麼譬如好像早前 那麼有隻叫biogen的美國公司 就是生化藥品公司 那麼他退出了Alzheimer D.C. 的一個research 那麼突然間由360多元的股票 跌到只剩下200元左右 那麼我覺得可能overdone 了 那麼我們會覺得這間公司 其實都不需要這個research 都已經是不斷賺錢的 那麼見了我們就會 take 一個比較大的position 大的意思可能是0.5至0.1%的那個portfolio 那麼變了就 就是在很多 其實你每一天或者很多時候 你都有很多公司發生類似的問題 那麼當你看了很多這些情況發生的時候 那麼你自己就會有一個 可能有一個感覺 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 那啊 那麼 你的topic呢 是有一些不可預測的風險 是 那可以講解一下 又是不可預測 又是永久性 又無可挽回 你怎樣去管理這些風險呢? 是的 還有是毀滅性的 投資風險 毀滅性的 是的 如果你不管理好 我講這些風險就這樣去投資的話 其實可能一段時間裏面 都覺得自己做得不錯的 但是一個這些風浪一蓋過來的時候 可能會發覺沒得再回頭了 那怎樣去管理呢? 就是剛才我講的策略 就是我們要很分散去做 剛才我講到分散到大的 position 都是0.5%至1% 題外話說回 譬如你看回我們現在所謂的指數投資 你恆指 雖然你說恆指只有五十多隻 但是其實它的top 5 可能已經佔了大約五成 它的financial 現在因為又進了一些科技股 所以那個比例就不同了 但是未之前可能只是那些金融股 都超過五成 那這些其實它有一些很大的集中風險 就在一個指數裏面也好 就算你S&P500 其實它現在那些大的fang stock 或者其他科技股的價格賣賣 都佔25%的了 五隻 那變了對於我們來算 我們覺得它很集中風險 就算你譬如去到北非達 它那隻巴郡 那其實你只看它Apple 佔給35% 當然Apple 一直的表現都很好 但是它都避免不到 有機會發生我講的這些風險 它也都沒有辦法預測得到的 那變了如果它繼續都是這樣 又沒有事發生的 它真的很好運了 但是我們就不會用這個形式去幫人做投資 好了 那例如有些什麼風險呢 那其實最簡單的就是詐騙 那詐騙大家都聽得多 那很多的小型公司經常都會爆破 詐騙那些 但是其實這些不是只有 都是無可避免的 都是無可避免的 你不能分析的 那講一個最大的例子 就是在美國2001年的時候 有一隻叫做Enron 它是一家能源公司 那它當時的市值應該 接近美國的Top 20 左右 OK 那它就跟Arthur Anderson 這家回計公司 就是串謀做假數 嗯 那就做了很多年了 將股價推到這樣的位置 很多退休基金 很多人 因為它的表現真的很好 OK 就買了很多 那突然之間知道原來的數是假的 那很快的信息之間就破產了 Arthur Anderson 也收拾了 那本來我們有五大會計師樓 那現在可能只剩下四大 或者三大 那好像這個案例那樣 有沒有人分析得到呢 沒有 是裏面的人去告密 告法出來的 那華爾街有很多分析員 這些這麼大型的股票 很多人盯著的 那但是分析不了 所以這個已經是一個不可預測的東西 如果你只是整副身家 放在它那裡的話 那就是永久性的 沒有得挽回 還有毀滅性的投資風險 那這個你覺得 可能十年都不如 也未必遇到一件這樣的事情 但是你如果看完 我講的那十樣不同的風險 夾起來 可能你會覺得 咦 真是的 經常都會看到這些東西 一種風險 可能你會覺得沒有這麼好彩的 另外就是 我講企業管理的風險 這個都預測不到嗎 其實預測不到 我給你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 去到這裡 這個是這個老人家 叫Hank Greenberg 是 那我其實在這間公司的一間子公司 就都做了 ARG 是的 做了在93年到01年 即都六七年的時間 也都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 由於這個經歷的時候 其實我有個機會 真的去紐約見他 這位老人家 那 那麼 那 Hank Greenberg 其實是一個很 當時是一名七七風雲的 一個 這個金融界巨子 因為他在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被評論為三個最有影響力的金融界人士之一 第一個大家都明白是格林斯潘 第二個當年就是朱鎔基 第三個就是他 大家可能沒什麼聽這個人的名字 其實他在董建華年代都是董先生的國際顧問之一 其實他也都是每年會去跟朱鎔基他們吃一頓飯 很多事情談的 很重要的人物 他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AIG掌陀了三十多年 引戰了這麼久了 其實有什麼問題出現呢 剛才我不是說An-Rod 就是一間因為詐騙而倒閉的公司 詐騙倒閉了之後 美國的證監就出了一條新的例子 叫做Sarbing Oxley 就要一些企業的負責人 去對他們的會計是負責人 去到2005年 AIG就有一些小小的會計問題 當時他們的紐約州的檢察官 叫做Elliott Pizzot 最喜歡打一些大老虎 就追著Hang Greenberg 就窮追猛打 就不肯放 結果他就下台了 就由他的繼任人 叫Martin Sullivan 就接任 他跟了他都差不多十十年了 就是整天都是做第二次男人的 上場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發生了 當時譬如我九七金融風暴之後 其實他們都邀請我去紐約 去做一些大家研究一下一些產品 那時候可能大家都知道 是什麼叫CDS 就是叫Credit Default Swap 的一些產品 但是我當時就沒有做到這個動作 後來他們就開始Launch 這樣東西 去做一些信貸的保證那方面的東西 在他在任的時候 我說Hang Greenberg 在任的時候 其實整個產品的組合 大約是五百億美金左右 從2005年去到2008年 他那個繼任人就將這個產品做到 大約是六七千億美金 即是很大了 後來大家都知道有雷曼事件 刺案問題諸如此類的 那那些信貸當然是很不行的 那最後AIG就倒閉 就是差不多面臨倒閉了 就要美國去出手 美國政府用了一千八百億的援助基金 給AIG才過渡到這一關 但是你都看到這幅圖 他的股價一聲掉下去 直到現在都是在這個位置 那其實這些 就他有一個 就是他那個管理管治 如果這個人一直在的時候 你可能不會覺得這個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原來你又不知道原來他們沒有一個好的 succession planning 就是在一個企業上面 那其實外面的人很難分析得到 就是他離任之後會變成這樣的嘛 那究竟新的那個管理層是怎樣啊 諸如此類的 那其實當時沒有什麼人是 就是能夠給到一些 預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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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斷不到會有這件事發生 甚至乎人家都不知道 他原來已經做過這類型的產品 做到大得這麼厲害 為什麼呢 他們很厲害的 因為我以前都在他們的亞洲區的子公司 都上到他們的董事局 其實有一些文件我自己簽 還有他們怎樣去設置一些離岸的機構 就是怎樣在美國不同的州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由倫敦 由香港 有很多很複雜的一些方式 就迴避了紐約聯儲局的一些管轄監察 所以他這些東西全部都預約在倫敦 就不是紐約的 所以紐約就監察不了他的 變成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要這樣去爆 都是突然之間去到有雷曼問題 他才爆了出來 但爆出來大家都不知道原來爆得這麼嚴重的 所以這些又是一些 其實你可以說是幾種風險合在一起 包括他的企業管理的風險 也都包括一個金融市場的一些風險 但是我會將他定性為一個企業管理的風險 因為 講多一句 因為在Greenberg在任的時候 我們在亞洲區 他在亞洲金融風暴 其實我有一宗很大的交易 不是很大的 大約是兩三億美元的交易 很好賺的 OK 賺了我就可以退休了 當年 但是他不讓我做 為什麼呢 他說新的錢要投放在亞洲 未來這一年是不准超過五千萬美金 大佬 你這麼大的機構 五千萬美金 那不如不要做 還要分給那麼多AIG的不同的部門 那五千萬 所以他那個管理風險 他是很aggressive 還有他管理得好 就是我認為都是好的 但是誰知道他的繼人人上場之後 就為了利潤 就什麼風險都不管了 所以這些就是我們事後才知道有這樣的問題 嗯 好啊 那除了這個風險之外 還有什麼風險呢 那其實呢 我就… 那我為什麼擺一本書出來呢 我不是真的叫大家去找這本書去看 其實這本書 其實是主要說是一些disruptive的 我們叫做顛覆性的創新的東西 那其實我都… 那不是應該是好事嗎 是好事 對經濟是好事 嗯 就是對於我們的consumer 或者我們市民的生活 現在有zoom 那你可以不用出街都可以開會 那當然是好事 但是zoom來計可能對航空公司 酒店業將來都可能影響很大的哦 是嗎 即是它影響了很多傳統的行業 很多其他行業的哦 但是你不是因為有這個… 這個pandemic 這個新冠呢 其實都是一個顛覆性的一些病症的東西來的 那它出現的時候 會令到我們將來的經濟模式 那方面有很多東西要改變 那很多公司呢 就算沒有了這個新冠病之後 其實它未必適應到將來的新的經濟環境 新的經濟格局的 那所以這些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預測得到呢 是不是… 就是我們無論公司管理得多好都好 面對這些這樣的顛覆性的東西呢 其實是… 又是有一個… 它都未必可以… 就是… 逃避到… 被人淘汰啊 各方面的東西啊 那所以… 我特地印了這本書的第一頁的第一段出來 就是為什麼這本書吸引我呢 我其實就看了這一段 那如果你看了這一段 其他不看都OK的了 就是不是說它的東西不好啊 很好 OK 就是說管理得最好的公司 其實它們都可能會被淘汰 因為它們未必可以逃避到顛覆性的創新 那個殺傷力 就是對它們的殺傷力 所以這些又是預測不到的 很常見的東西 那其實香港的例子 其實利豐你知道啦 那它做採購的嘛 那百多年裡面都很成功啊 就是在香港來計的 那怎知道有些這樣的阿里巴巴走出來 也都很多就是由C to C 由C to B to B B to B 什麼都好 那當然現在阿里巴巴都不做這件事了 它做了一些就是有淘寶啊 有天貓啊 有很多東西 但是anyway 這些顛覆性的東西 其實有一些就算百年老店都好 其實利豐沒有這些東西之前 大家都說凡事兄弟真是厲害啊 又哈佛畢業又這樣那樣 就是管理那間公司很好啊 就是大家都對它們很有信心的 其實現在大家都明白 其實未必是它們不聰明 而是它們避免不了這些改變的衝擊 另外又是講 那為什麼雖然是有好的管理 其實Sony大家都知道 無論你之前買它的錄影機 錄音機或者電視機 全部都做一些很高質素的給大家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它呢 我們叫做策略性矛盾 策略性矛盾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決定我們的投資項目 希望將來能夠有一個好的增長收成 但是現在決定的東西 將來這個世界改變成怎樣呢 我們不知道的 那譬如好像它以前做錄影帶 我們BetaMax和VHS 那它做一下的時候 突然之間美國就出了電影租任 那別人又選用VHS 那它就沒有了market share 但是雖然它那個制式是比VHS是好很多 質素好很多 那另外mini disk各方面的東西 那它做的時候 又要高質素的音響效果 怎樣怎樣 那突然之間有MPV 有iPod 接著又串流 那樣很多數碼的東西 那些人已經不用這些mini disk的形式 去聽音樂了 但是它投資的時候 它是預測不到那四年後 五年後 會世界的創新會變成這樣 那現在我們的創新的步伐 還更加快 現在又說5G 5G還沒說完 又說有6G 甚至乎不知道多少G 那這個又是很難預測到的東西 那這個極端估值 那大家可能都經常看到的 不過就不覺得一回事 這個是不是那些炒作來的 我經常見到這個圖 就覺得是被人炒了 但你玩完了 其實是個別股票的炒作 那你就覺得這隻股票 就是很多廠家在玩 是啊 是吧 但是其實有些環境 就算你現在什麼BTMX 或者美國的Fan Stop 或者Tesla 中國有一個叫蔚來Neo 那很多這些究竟是炒作 還是它真是有這麼美好的前景 讓它有這麼高的估值 我不說它極端先 但是你回到2000年科網股的時候 其實很多公司都好像這間公司那樣 有些公司跌了下去 十幾年都是橫行的 有些是彈上來的 但是怎樣也好 這間炒到給人一千元美金一股 跌下去只剩5元 接著去到現在 今時今日是40多元左右 但是股票跌不代表這間公司差 這間公司一直都營運得不錯 為什麼它可以由5元回到4元幾元呢 當然它做得好 但是你炒到它這麼貴 好的公司 它的股票都會變成壞的股票 那是因為被人炒貴了 其實它是被人炒貴了的 但是這個被人炒貴 就不一定是做市的 而是真的很多股民 整個市場 華爾街也好 譬如.com那時候 譬如Morgan Seedani 或者Meryl Lynch那些科網股分析員出來 我們不需要用傳統的方法去什麼 我們用一些eyeball 或者用一些click 或者用什麼 就已經可以知道這間公司將來的估值 他們改變了當時的人投資的理念和想法 然後整個板塊都升得很厲害 其實這些就不是說 真是一種 很實際的業務 即不是一種 給別股票被人炒作 而是說有一個狂熱 其實現在究竟我們是不是在一個狂熱裏面呢 是不是因為有疫情 有些公司被人炒得瘋狂了呢 這個就很難判斷了 但是都是很難預測到什麼時候爆的 這些自然災害 日本大地震 東京電器的 其實本來要倒閉的了 日本政府救一救它 它就好一點了 但是 你又很難預測 即是3月不知幾日 就有個地震 地震了之後 原來都不知道他們有個核電廠在那裏 又知道也好 又不知道原來漏得這麼膠關 即是很多種種知道不知道 其實問題就是你預測不到 你以一個全世界四大的公用公司來計 很多人買了在那裏收息 這些都是一些很大型的公司 但是也是面對一些 預測不到無可挽救 又毀滅性的投資風險 這間都是一間電力公司 這個就是加州大火 這個是加州最大的電力公司 比我們港燈和中電夾合起來 可能用倍數 但是它一次大火 再一次大火 在半年之內兩次大火 就倒閉了一顆 我自己都有買的 這隻股票 我第一次大火之後 它由七十幾元跌到四十元左右 嗯 正啦 然後又升到五十元左右 就先拿著它 怎知道它一次大火 跌下來 我覺得跌下來 都應該還有一些渣渣的 然後再過幾天 沒有多久 跌到它只剩下十幾元 那我都走了 那就算了 沒問題 但是幸好 我這些是買了大約零點二 零點幾個巴仙 變成策略上 我們是容許到這些不可預測 無可挽回的風險 在某些股票裡面發生 也都影響不到我們的表現 剛才那些一定預測不到 如果那些做這麼多分析 市場又有很多數據可以預測得到 那市場上面又有些什麼風險呢 其實呢 所有的分析 所有的數據 其實都是一些歷史數據 你無論是圖表 還是財務報表 你給不到我 你將來的收入報表給我的 OK 你告訴我將來的前景多好都好 都是你猜的 那都是圖 你覺得因為這樣 所以是這樣 但是圖根本就無法告訴你 將來是怎樣 基於這樣的情況 其實你可以想像一下 只是我們這個新官 沒有這樣之前 沒有人會猜到 國泰會炒這麼多人 對不對 變成這些市場風險 我覺得 唯一可以幫大家避免到 就是不要集中在沒有幾家公司 不要集中在沒有幾個行業 就是要各行各業的事情 為什麼呢 就算有一些新的科技出來 去提供一個交通的便利 就是將來好像別人那樣 就是進入了那個工廠之後 可以一聲變成你去那裡 都好 都是一個運輸的東西 就是由這一點去到那一點 這一種的服務 我們始終都要有的 某一些公司 會投資在這些技術裡面 在運輸行業裡面 會有人去用這些東西 變成當你分散得很厲害的話 其實你怎麼都會捕捉到 這個轉變帶來的益處 但是你太過集中在 比如火車這樣才算 變成現在由航空 有很多其他的交通方法 變成你就會可能損失得很大 另外這個也挺有趣的 雖然我不是說股票 其實是long term capital 這間基金公司 其實它是由一些 我想全世界投資團隊裡面 應該它最厲害的了 直至現在來計 說每年收42% 每年40%多 一直做了四五年都是這樣 但是去到98年的時候 短短一個多月之間 就下跌了96% 為什麼呢? 就是它槓桿得太厲害了 還有它是做一些長短倉的事情 因為它的團隊實在太厲害了 它認為發生有2%的跌幅的機會 就是一天之內 是零的 告訴人們差不多是零的 你放心吧 我們真是堅得這麼厲害 但是最後它槓桿到差不多三十幾倍 就是過萬億的槓桿後的資產 那它一爆的時候 就很多銀行都不行 所以格蘭斯潘就聯合了八大銀行 就叫不要逼它倉 有它慢慢的 就是基金當然就會爆 那些資產 不要叫它馬上liquidate 那當時就有雷曼 有貝爾斯登 有其他的高盛 貝爾斯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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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他的生意做得最多 如果不夠的話 他就倒閉了 但是雷曼的主席 叫Dick Fowl 就說為什麼我要夠的 他自己不管你的風險 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 然後銀行是被猶太人控制的 大家兄弟 當然是個個個都罵Dick 說有沒有搞錯 有事你不會救 你這麼多話說 怎樣怎樣怎樣 於是這件事 其實由延伸到2008年 到雷曼自己要被救的時候 那又是這班人在開會 那為什麼不夠雷曼呢 有些人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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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太困難了 那時候 有些人這樣說 當然這個就不是真正的原因 這個大家查而發後說一下 但真正的原因 其實可能當時有別的公司更加慘 譬如想去救雷曼的其中一間公司 叫美林證券 他突然開會舉手 他說 那叫John Thain John Thain說 不如你不要買雷曼 你買我吧 我都不行了 哈哈 於是本來美銀 我都買一隻雷曼 既然JP Morgan 買了Bear Stern 我買雷曼都可以 他就說 不呀 叫做美林 更正 這樣就不買雷曼 結果就變成這樣 但這個long term capital 其實還有一個 這裏比較 一些東西 移了一些位置 那這個long term capital 其實是 那些人很厲害的 有兩個諾貝爾得獎者 有一個聯儲局的副主席 本來他有機會 盛繼格蘭斯潘的 然後很多MIT的博士 哈佛 Business School的教授 之類的 合起來 那是不是很厲害 那最後都要爆煲 其實它爆煲 你要看那個時間 是說1998年的8月 8月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我們香港 港幣被人衝擊得最厲害的時候 那它的爆煲和香港被人衝擊 有什麼關係呢 為什麼它會爆煲呢 就是當年是 因為俄羅斯勞報 和一些南美洲國家的債務違約 那又令到他們的 就是美國債券的長短倉 出現了一些不尋常的變化 所以它要爆煲 那因為你都知道 爆煲又說不讓它逼倉 又說什麼什麼什麼 那很多間銀行都不知道 你有沒有去那些盤子 那如果不知道 它有沒有你那些盤子的情況之下 那些銀行就下雨收財 那些人都說要斬倉 那我不借那麼多錢給你搞 那於是 因為當時我在做外匯的 我自己在這間AIG International那裡 也都幫它們處理現金流的問題 我一單的roll over 就是兩個月 就是兩個禮拜 諸如此類 是說一百四十幾億美金 一單交易 一單交易 可想而知很大 OK 但是在八月份某一日 總公司和全世界銀行說 所有這些盤子都要 將它 我們叫做deleverage 去槓桿 OK 那很多被人斬了 那大家好了 有什麼關係啊 不要忘記 我們1998年8月的時候 就是我們三劍俠 就是曾蔭權 任志剛 陳德林 那些出來說 舊市 這個入圈 就是有很多的 行指被人斬到五千六千點 那他後來就搞了一隻刑副基金 那其實如果不是因為這東西爆煲 很多的炒家被人 D-Leverage 的話 根本香港就定不住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 這一個三劍俠 其實不是因為他們打得很厲害 而是因為我們香港真是很幸運 適逢國際有一個很大的金融爆破 也引發了一個短期的credit crunch 即是順貸緊縮的事情出現了 所以你可以跟任志剛也好 跟陳特任也好 跟曾任權也好 講回這個故事都可以 這個真實的故事 我當時都在問我的老闆 如果現在斬就很嚴重 他們虧了很多錢 但是都要斬 所以最後那些人都無力再跟金管局玩 因為被人斬錯 另外你剛才講的那些東西 其實都是不可預測的 另外譬如這些又是詐騙 馬多夫 這個圖全部都是我自己看Wikipedia 自己弄出來的 不是真的有真實的一幅圖 那其實用他那個 他很厲害喔 真是騙了人騙了這麼多年 是呀 騙了這麼多年 不只你看下一幅 哪些人被人騙呢 全部都很有名的 是呀 這個是阿布達比的投資公司 被人騙了75億美金 那其實 真的厲害 Banko Santander 另外出名的 HSBC Natisys RBS BNB Powerbrush JP Morgan Man Group 很多全部都是 Nomura 全部大家都認識的 名人都有的 史提昏史不寶啊 哈哈哈哈 很多啦 因為他不會做我的 因為我不夠出名 我就算捧了錢給他 他都可能 算了 我都不是 哈哈 他名流清史喔 是啊 所以其實 你要想一下 一個詐騙可以維持 幾十年 幾十年裡面 裡面有這麼多 就是這麼出名的機構 和人是縱伏的 OK 他們不會說 就是好像我們一般人那樣 他們有很多資源 所以這些都是很難預測的 還有毀滅性的東西 那這個就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說 如果你錯過了 最好的那五天投資的機會的話 其實你未來那十年的回報 是會被沒有錯過 少了百分之四十五的 就是原本 就是你可以有一百元的 你就只有五十五元而已 這樣 嗯 那所以就 很難捉的 很難捉的 你少了五天而已喔 五天而已喔 你十年裡面五天而已 那我怎麼去做一個market timing呢 就是怎麼去捕捉市場呢 捕捉不了不要緊 避過最差的那十天都可以 是嗎 但是你又怎麼避呢 不知道 靠你啦 靠你啦 其實我們用這個形式 我們就不需要捕捉 又不需要避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歷史以來 以美股啦 我講的 過去二百多年裡面 是沒有試過有一次 就是大股災之後 是回不了後的 嗯 所以為什麼我強調 是要長期去做呢 就是你見 那些人說 哎 美股又創新高了喔 創新高 就不投了嗎 那我問回去 其實由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 再開始創新高 那天開始計 直到現在 你猜你創了多少次新高 五次 蛤 有沒有五次 是七百多次 蛤 這麼多 差不多天天都創新高 很多天都創新高 天天都是新高 這個新高又不做 那個新高又不做 基本上大家可能對 長期投資的理解 就用了一種 就是 炒賣操作的角度去看 嗯 其實我們的經濟 就算受到打擊 會修復 修復了又會增長 增長了又可能會有些衰退 然後又再增長又再衰退 就是永遠都不斷地循環循環 進步的 直到現在 那麼久以來 都是 這二百年都是進步的 我講的這二百年 但是 如果你看很多歷史 其實呢 如果你用千年去計 其實呢 五千年的一個歷史裏面 可能頭五千年 其實是 整個世界的經濟 接近零增長 哈哈 但是 什麼驅使 增長這麼快呢 其實就是科技 我們工業革命 文藝復興 所有東西整到 開始有些 不斷創新 科技不斷發展 所以其實一個世界 它的未來增長 其實都是靠科技 那 那 是不是買科技股就行呢 又不是的 那 每一個時期的科技股 最後是完全消失了 譬如 以前是講的 蒸氣旋的科技 沒有了 然後有些時候是火車科技 沒有了 那 以前是 我們固網電話 都是一個科技 就是自動 它發明了電話之後 那 那現在還有沒有呢 那都沒有什麼了 其實 我們不要只是想著 因為科技 帶動經濟增長 我們就要 買了科技股 那其實 始終人的需要 五千年裡面都是 衣食住行 或者Entertainment 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些科技 都是幫我們更加 就是 做這些事情做得好一點 那 那 科技講回 就是 如果大家有研究的話 其實很多 研究結果 結論出來 我們如果要預測到未來 我們就要預測到未來的科技 是怎樣的 嗯 那本身 這個哲理 就是 Karl Popper 就是一個很出名的 上一個世紀的哲學家 其實他被譽為 上一個世紀其中一個最偉大的哲學家 但是 他最後的conclusion就是說 其實 所謂科技創新 就基本上是 是預測不到的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是創新 嗯 你預測到的 那創什麼新呢 對不對 當然 當然 你現在由 三支去到四支 可能你說 我預測到的 有四支 我又預測到有五支 但是 你沒有這些支之前 你會不會預測到 今天有五支呢 其實 一個很長的時間裏面 其實科技的變化 是一個不可預測的東西來的 那 因為這樣的緣故 其實我們的經濟 是永遠都被顛覆的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這些風險就會不斷出現 那剛才有一張 我想強調一下 就是 這位人兄 他叫Heiman Minsky 那他的倡議就是 金融市場的特性 的性質 就是一個不穩定的結構 他會經歷一段穩定期 然後就會不穩定 然後又回到不穩定 不斷地循環 那大家有興趣去研究的話 其實你可以研究一下他的一些學說 那當我們了解到原來這些 就是金融風暴 各方面的事情 其實不是那些監管者 行不行 有沒有能力 而是本身 這個金融體系的性質 就是不穩定的 所以我們會 就是不時會發生這些 這樣的金融問題 那這些又是 我不知道去什麼時候 才去到不穩定 那又很難預測 就是08年的金融海嘯 97、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 那為什麼不在94年 為什麼不在99、20年呢 就是我很難告訴大家 但是總之很難預測 或者不可預測 也是毀滅性的 那大家聽完這麼多這些風險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同意到一點 就是夾夾埋埋 這些風險其實真的很常見 嗯 是的 每天都有發生的 是的 那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還有可以請教多些阿泰哥 或者是 是的 學一下他的管理的模式 嗯 可以再多些交流 好 那今天都差不多了 好啊 多謝了阿泰哥 來分享這麼多資訊給我們 好啊 那下集再見了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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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